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关于C元函数三要素中的第二个要素 输入参数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那么在我们上节内容中也给大家介绍了 所谓的函数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成就是一个代码的集合 只是这样的代码集合跟普通内存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 就是说它具备三要素 什么意思呢 就是普通内存它可能只是需要知道它的什么门牌号就可以了 但是函数不仅要知道它的门牌号 还要知道它的一个什么input和output 也就是输入参数和返回值这两个信息过后 我们才能把这样的内存当成函数内存 也就是函数内存我们在C元编译器编译的时候 它必须要保证它首先知道你的函数标签是谁 也就是这块内存的什么标签它的地址值 其次还要知道以这个地址值进行访问的时候 我们要给什么样的数值 以这样的地址访问过后我要返回什么值 也就是说它必须具备这两种能力过后 我们才能叫做函数 所以它的访问方式跟我们普通的内存访问方式是完全不一致的 但是唯一的区别就是在多了一个什么input和output 那么input和output呢 更多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什么乘上起下的概念 乘上起下概念 怎么理解呢 你可以这样想就像这是我们的一个组内存 组函数 组函数运行的过程中呢 它可能需要什么去调用别人的功能去实现一些其他的那个那个子功能 或者子现象 那这时候怎么办 它只它是不是只需要简单知道这个功能子块的一个标签 它是不是可以用呢 我们说不行 你光知道标签过后我们还需要什么呢 还需要知道它的一个书列表 然后你也就是我必须要满足两个信息 你才能掉进去 掉完之后呢 我们当然可以省略 就是说这点它回 回完之后 它你要不要是你的事 但是它必然要回去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函数乘上起下的能力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那这个圆圈也就是我们输入信息 输入信息该如何告诉给对方或者告诉给程序员呢 那我们来看 原来呢我们说我们的普通内存 普通内存或普通宿主空间 我们是不是知道地址 然后通过方括号就可以访问到 而且方括号呢 只需要跟一个普通的ID号标签就能访问到 而我们的函数调用大家来思考一下 函数调用是必须要怎么的 函数名后面加什么 圆括号来访问 而圆括号必须跟的是什么 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 这个list 也就是说你在调用这个函数块的时候 我必须要把这个list给这个圆圈 我们才能怎么进行调用 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涉及到两个问题 这个圆圈谁来处置化 那这个圆圈值是可变的还是不可变的 或者这个圆圈的值是谁给的 所以通过这些问题呢 我们来看看输入参数 所需要知道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语法概念就可以 好那下面我们先看 那么函数在调用过程中呢 我们一般还是可以给它起两个对象 一个就是叫做调用者 那么一个呢就是被调者 对吧 那么调用者呢 那么更多的是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我们的主函数 那么要去使用别人的功能 那么我们去调它 而被调者呢 更多的我们把它体现成什么 就是函数的具体实现 具体实现 那么这是被调者需要做的事情 那么调用者和被调者怎么来怎么来做呢 我们先看被调者的函数实现怎么做 函数实现呢 之前我们说了函数实现必须三要素 必须完全满足编辑器才能把这个东西当成函数 对不对 先有被调者 对吧 我们先怎么做呢 先有一个函数的什么 先有一个函数的返回值 返回值 然后呢 我们通过什么函数名的定义 那么这样的话呢 是不是就把我们后面的代码当成这个标签了 当这个标签 然后一个一个圆括号 那么这个圆括号里头叫什么呢 我们称之为也可以称之为叫做接收 接收的什么 接收的list 或者接收的数据 数据段 数据块 数据数据吧 然后呢 我们再通过什么大括号 通过这个大括号 然后呢 帮我们把什么 把具体的函数实现 你就可以实现出来了 对吧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关于函数的一个 第一种具体实现 那调用者怎么做呢 调用者还需不需要知道函数返回值呢 我们很想到函数返回值 他是他想不想知道而已 而不需要怎么的 在调用的时候就把什么 就把这个函数返回值写进去 对不对 所以是不是只需要知道什么 我的函数的标签 知道标签过后 通过什么 圆括号的访问 通过圆括号的访问 然后把访问什么呢 访问我们要 要 传递的数据 那这样的话 你看函数名称 通过要传递数据呢 再把它放到我们要接收的是个数据 那么这样的话 数据之间是不是就起到一种 乘上乘下的概念了 有没有 那么把这种要传递的数据呢 我们给它起个名字 叫什么呢 叫形参 时参 时参 就是实实在在的 要传递的东西 正常的值 比如十啊 二十三十 这样的值 而我们接收的数据很显然 就是说 因为我们在定义的时候 根本就不知道它是十还是二十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只能去开辟一个什么 空间去来搜 搜 所以它只能是搜数据 那这样接收的数据呢 我们又给它起个名字 叫什么 叫形参 所以说呢 在我们函数中呢 经常会提出这么几个概念 就函数名中 会有时参和形参的概念 所谓形参就是在函数背调者 或函数的具体实现中 我们怎么在接收数据的一种形式 一种数据类型形式 而时参呢 更多代表什么 我们要传递的一个真实的数据而已 那么这就是我们函数数参数中 形参和时参的基本概念 所以说呢 我们说可以这样理解 这个时参就是真实数据 形参呢 就是一种什么 一种变量 然后去你搜这个数据而已 所以那很显然是谁传谁呢 肯定是什么 是不是时参 传递 给什么 行参 对不对 给行参 然后这样行参一旦给难过后 那么行参是不是从后面就可以开始用了 对不对 所以它的传递过程是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那怎么传递呢 就传 怎么叫传递呢 那传递中呢 我们给大家说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关键值 就是传递的形式 传递的形式 是什么 就是拷贝 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不要去管这个数据是什么 它就是什么 然后它不管参加21 就拷给什么 拷给这样的 拷给这个地方的接收者 这就是拷贝的概念 拷贝的概念 好了 为了让大家更好理解这个拷贝呢 我们来举几个例子 那对于拷贝的理解呢 应该说你如果把它理解到了 后面我们及时讲的直传递和地址传递 其实实质都是拷贝 所以说我们也不要把它想的太复杂